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也莫遭到俄羅斯大規模磨機襲擊後 烏蘭的復售隨即而來 11月26日清晨 烏蘭以24架磨機分批次襲擊俄羅斯本土 長達6小時 受到襲擊的地區包括 摩斯科、陶喇、卡路加州 布特斯克和斯摩寧斯坑 烏蘭強調 這些目標都與俄羅斯軍方或軍工聯合體有關 烏蘭磨機襲擊引發巨大爆炸 不少地區火光送天 俄本土多個高層建築被擊中 莫斯科的兩座機場臨時停溫幾個小時 莫斯科街頭的莫斯菲莫夫斯卡斯電線路被摩基擊中 並引發大火 烏蘭這次風阻均殺俄羅斯 當然是有原因的 因為在前一天俄羅斯對烏蘭發動了史上規模最大的 磨機襲擊 因此被對烏蘭不出手也不行 俄羅斯的這波攻擊 適防烏蘭大饑荒紀念日 這場發生在1930年代 前蘇聯獨裁者斯坦林統治下發生的大饑荒 造成幾百萬烏蘭人喪生 現在在2023年的3月25日 俄羅斯又對烏蘭發動襲擊 不能夠另一懷疑 俄羅斯是特別計劃好的 希望被烏蘭帶來第二次傷害 烏蘭軍方表示 25日 俄羅斯發射數量創紀錄的伊朗製造 見證者自殺式磨人機 其中大部分都瞄準機庫 不過 烏蘭當局同時表示 俄羅斯發射的75架磨人機中 有64架被烏蘭擊落 但襲擊 仍造式幾乎斷電 至少5日受傷 包括一名兒童 目前看來 烏蘭在西方防空武器的支援下 建立的防空網 還算合格 俄羅斯還想像去年那樣 用磨人機的襲擊被烏蘭造成 重大損失的場景 已經不可能了 而且 這支俄羅斯的磨人機也升級了 採取了兩種新技術 一個是 將沙德攻擊型磨人機 機身促身塗裝了 瓦缸黑色的材料 似乎通過這種方式 增加烏蘭的防空工作難度 另一個就是 俄羅斯的磨人機開始使用碳材料 這種材料 可以吸收雷達信號 避開雷達偵察 但即使如此 亦未能逃脫烏蘭防空武器的難節 相信接下來 烏蘭也會根據俄羅斯武器的更新 升級他們自己的防空武器 這樣 下一次 就可能將俄羅斯的磨人機全部擊落 說到防空領域 烏蘭再有優勢 這就是 他的角度面積本身較小 只要加強機庫和俄羅斯邊境的 防空保護就夠了 俄羅斯的磨人機得防好 然而俄羅斯的角度港貿 防空壓力極大 這樣一來 比烏蘭磨人機轉空自己的機會 就太多了 否則 俄羅斯杜馬議員 亦會有要求俄羅斯企業之間 購買防空系統 除了俄羅斯本土外 俄羅斯在烏蘭臨時佔領的地區 亦遭到磨人機的襲擊 俄佔區頓列之下的 頭目丹尼斯普希林說 一些城市和地區 因為遭到襲擊而斷電 他還指信 烏蘭利遲用的 不是擅長遠程打擊的 UJ-22 磨人機 亦不是可以攜帶450公斤炸肉的 海利磨人機 確實有消息顯示 烏克新生產的 類似沙特的攻擊型磨人機首次參戰 不過 目前對這款新型磨人機 我們還所知甚少 另外 目前烏蘭能夠長途奔襲俄羅斯本土的磨人機 有七、八種之多 此外 它們還開發出了 終於打到莫斯科的導彈 繼續來看 這次的單反圍襲擊 跟著一種警告 預計今年冬天 俄斯針對烏蘭能基礎設施的襲擊 將遭到對等反制 這是大好事 烏克需要讓俄羅斯體清現實 最近幾天烏克全境出現暴風雪的惡劣天氣 因此前線的道路和戰壕變得十分勵力且潮心 條件非常惡劣 但俄軍方面沒有因此停止進攻 攻擊重點則集中在阿夫迪夫卡和巴默特南役 目前阿夫迪夫卡依然是戰鬥最激烈的地區 俄羅斯已經發動了第三波攻擊 這波攻擊的特點是 增加了襲擊次數 但同之前的攻擊浪潮相比 俄軍動用的機械化力量減弱了很多 近日俄軍在哈拉斯諾霍利夫卡附近 再次發動進攻 同時在阿夫迪夫卡東南部工業區附近的 防禦工事和潛航網中中人的戰鬥 使得衝突更加複雜 戰爭研究所最新的一份報告表示 俄軍在向阿夫迪夫卡的西北和東南部推進 並且已推進到哈拉斯諾霍利夫卡西北部 這距離阿夫迪夫卡7公里 此外俄軍也推進了 這是東南郊工業區的東部 俄羅斯裝甲車還襲擊東南郊工業區 北部的烏拉武裝部隊陣地 俄宣傳人員大肆宣揚 他們已經完全佔定了 阿斯諾阿納爾火車站附近的工業區 但ISW認為 目前這種說法卻無法得到證實 反攻軍也沒有令人失望 他們在前線採用了一個新的妙招 成功抵禦俄軍四十多天的瘋狂進攻 直到來讓我們為大家詳細最上具體情況 俄軍現在對哈拉斯諾霍利夫卡進攻 他的主要方向之一是王家手蠍餐廳 烏拉武軍的前線戰壕位於兩座橋之間的道路一鎮 俄軍在此發起衝鋒後 成功地在鄰近陣地站穩腳跟 但他始終無法靠近烏拉武軍的戰壕 原因是烏拉武軍在戰河爾賓100米處的橋堤內 設置了一個擁有機場巢的強大防禦工事 晚點的機場火力阻止俄軍突破 從12月俄軍發動阿弗迪夫卡戰役開始 這個機場巢就一直在那裡阻止俄軍接進 惡惡創生的戰法 是專門為對付俄羅斯的人海戰術 俄軍公佈的作戰錄像顯示 俄軍針對這個機場巢今天落載血本 亦因此備受損失 為了奪取這裏 俄軍才是炮擊機場巢 並且用自殺性磨機樽核助攻 有試圖用反彈導彈瞄準機場巢 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勞 俄突擊部隊一靠近就被摧毀 俄軍指揮官因此帶為老火 一美命令手下士兵強行硬中 其實他們也知道這樣做就是送死 但仍是一意故行 在這種情況下 俄軍士兵開始拒絕進攻 甚至可以直接逃跑 沒辦法 指揮官只可施用行營部隊 來強迫士兵作戰 順便說一下 根據英國國防部的估計 俄羅斯最近幾周 是戰爭開始時死傷人數最多的時間 大量傷亡主要由於俄羅斯不顧士兵死活 對阿福迪夫卡的強攻 並且俄羅斯方面的傷亡人數迅速增加 書歸上文 最後俄軍快了決定性的進攻 在死傷極其慘重的情況下 最初攻克了機槍籌公事 但讓俄軍大跌眼影的是 這裏根本沒有烏軍的影子 只是大致被操控的機槍 原來烏軍安中了一支高科技大攝像頭的機槍 可以統個遙控器、軟距力操作 只需要不時派人到陣地補充電力和彈藥就行了 其另一個好處是很隱蔽 俄軍在截衝鋒的時候 根本不會遇到這裏有一支機槍 但這支機槍往往在適當時 急時射出子彈 這個方法讓烏軍成功抵禦俄軍 四十多天的風狂進攻 創造了一個不少的戰爭奇蹟 亦充分說明士兵們的智慧是無窮的 在巴木特前線 南逆的克里斯奇·富加村方向 俄軍兵分三路 企圖一舉拿下這裏 其中一路從北部森林地帶的進攻 取得了一些進展 大約450米 奪取了克里斯奇·富加村周邊的一個高地 再有俄軍 向這裏村東側的火車站地帶發起衝鋒 南邊的俄軍 則從T0513公路的岔路口發起進攻 護軍在克里斯奇·富加一度告急 但最終雙方在鐵路線附近達成平衡 目前這裏的戰鬥依然非常激烈 雙方處於僵設狀態 在安德里·富加 俄軍亦對這裏發起風狂進攻 天上是雙方的無人機大戰 地下偏捕俄軍的廁守 炮聲槍聲不絕於耳 但最後烏拉的阿足第三女 再擊退了俄軍所有攻擊 阿足指揮官說 形勢很困難 俄羅斯人不斷找到我們的防守弱點 但我們仍是揭發擊退了他們 不過他們還會來的 像潮水般不會斷絕 烏拉第26炮兵裏的新聞官 在電視播中表示 巴默特畢業的戰鬥非常激烈 敵人在持續反擊 不斷使用大炮軍炸兵投下高爆彈 飛機也不斷投彈 而且俄軍用的都是250公斤的制度高爆航空炸彈 現在烏拉正越來越迫近人口囚密的地方 俄軍使徒反擊帶無際於是 烏拉軍方自信 俄軍打得瘋了 連幾天都不放過 俄軍匹持續的波浪式攻擊 以8-10人組成戰術小組 不斷衝鋒 烏拉還觀察到俄軍的總戰術 他們故意立一些感謝隊 在陣地上充當有利 當烏拉軍隊進攻時 俄軍就衝合猛烈炮擊 炮擊不但奪走烏拉軍人的生命 也會炸爛留在陣地的俄軍 太風格了 在-9米夫卡爾畢 烏拉擊退俄羅斯軍隊 並向南推進了約410米 佔領了一些俄軍陣地 至今日 巴默特畢業的局勢基本已經穩定來立 因為這裏到處是幽靈山地 而且在狂風暴雪之中 無論是機械化部隊或是補兵 都很難前進 戰損方面 從越說到今日 俄羅斯人已在巴默特損失了8690人 被摧毀或損壞了 1,002件軍事裝備 包括109部炭坑 100X5部裝甲 以及超過兩把門火炮 以及各類口徑的迫結炮 雖然損失程度不如阿夫迪福卡 但已經相當不準了 俄軍不想辦法 還真是不行了 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製成室節目 希望大家繼續點贊 轉發我們的節目 也請點擊訂閱按鈕 並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節目了 多謝支持 拜拜